家不仅只是房子的形象 更是堆起温暖 聚拢家人 放松疗愈的堡垒 当我们踏进家门的这一刻 我们把信任和开启幸福的钥匙都交给你了 黄明成设计师有着丰富的专业设计及工程背景 在空间表现上细致讲究 除了满足业主的功能需求外 更在细节表现品质 并持着美学孕育出空间涵样 量身打造独一无二兼具质感温度的生活空间 我觉得家它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容器 我希望它是一个凝聚家人的情感 然后可以让家人在这个环境里面互相交流 是可以很轻松 很放松的一个住所 那也是一个就是可以在为自己的生活品味 添加一点色彩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地方 它是位于就是苗栗高铁附近 一个独栋的双平别墅 算起来总共有五层楼 平均大概是七十来平的一个透天的建案 当作一个度假的别墅的空间 这个建商它当初在设计这个建案的外观的时候 其实就很用心 有别于一般我们别墅的设计 在整个采光跟通风性来讲 这个建案其实都是大大的加分 家里的成员有就是夫妻跟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我们在这次的设计案上面 有运用了一个五大手法 分别是环境 然后色彩 风格 还有预算 以及材质 设计师在规划出五大规划特色后 我们一起来看看设计师是如何打造 他们舒适健康的家 因为它这个空间 其实属于比较长条形的一个房型 那因为它的采光是属于前后 那我们的客厅的部分 其实它的重身其实还算足够 那它的宽面的部分 其实延伸到我们厨房去 它是比较长方形的 所以我们电视墙的设定上 我希望它坐在我们的重点空间 就是我们客厅的时候 看过去这个电视墙 它不要是一个很狭隘 很局促 甚至一个过于正方形的一个视觉空间 希望主人坐在这个客厅的重要的位置 看过去我的电视墙 它是可以延伸到我的梯口 所以它的面积是整个把它拉长 铁件的机能改成用木桌的方式去做呈现 跟展示面啊 摆放的空间 其实我们也是有经过一些巧思 因为其实很自视的 如果是一格一格放上去 其实我觉得还蛮无趣的 这个地方我们是防解铁件的喷漆 铁木皮的厚板 那我们去做一些所谓的错位的一些摆放 让空间感其实稍微再活泼一点点 那我们做了一个黑色的一个面框 把电视的面积再拉大 像是再看一下我们的那种大面积的投影布幕的效果 会再活泼一点点 设定上不管在电视墙的一个结构 其实我们都有预留线巢 让它可以一些设定设备的摆放 在收纳上来讲的话 我们在电气柜的设定上 它虽然是一个很漂亮的木桌的柜体 但是我们抽屉的部分 或是一些技能也没有去省去 我们会预留一个蛮好用的一个 弹压式的抽屉啊 或一般的抽屉 去辅助它一些收纳机能不足的情况 沙发背墙 等于说就是我们餐厅的第二道重点墙面 主要的重点镜材 是以食材作为一个视觉表情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预算 去做这么高贵的建材 那所以我们挑选了一个 所谓的进口的苗筋的 拼接食材壁纸 利用了这个木桌的一个摸型的框 去收掉我沙发背墙后方两个 其实蛮明显的柱子 它除了是一个造型 它是一个收边 更是一个打光的一个间接的美材 让我们这个沙发的背墙 多一点氛围多一点层次 在不影响它的整体氛围情况下 我们其实希望用比较低材度 那这个低材度 其实不会让人家觉得烦闷 或很阴沉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木皮的组色调的 挑选上面 我们属于偏向可可色 比较低材度的一个木皮设定 电视墙的组墙面 我们可能会以白色色系 那沙发背墙的颜色 我们可能会有点像 以白色系 去呼应我们这个木皮的感觉 公共空间毕竟是男女组人 可能招待朋友啊 宴客的时候主要的空间 所以它色调不会过于活泼或轻浮 那但是它会有一点点点 椎性的质感让我们的空间有点加分的效果 平面规号图出来之后 餐厅刚好差不多在这支梁的下方 五行的利用这支梁 把它成为我们的餐厅天花板的一个重点 那所以我们利用了一个就是收边的方式 贴上了我们灰烬 喷上了一点我们黑色的一个烤漆的面材 那挂上我们主灯 让它感觉这个量体是落化 但是它形体的部分刚好可以转化成天花板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餐厅的前方其实是我们一个主墙 我们用我们的很食材的质感的美奈板 去把这个柱子包掉 然后又把它变成出一个很完整的柜子 去补足它一些收纳机能不足 那在我们酒柜的下方 其他人会可以利用的空间 我们就不会去把它射去 可是它真的打开使用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完整隐藏式的收纳 我们做了一道木座贴皮的分割墙面 刚刚好可以挡住它所谓建造的问题 后方我们设置了烤漆玻璃 又可以避免它炉台 因为它旁边是木座的一个面材或是机材 会有火的考量 所以其实会有一些精神性 一家二家三八可以解决掉了 二楼上三楼 其实刚刚好会有一个宾客 可能会经过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放一个类似小小的展示柜 或是放一个干净脱鞋的一个置放空间 去让那个小小的美感 然后也化解掉一个凹槽的感觉 优雅宽阔的大厅 深受屋主的喜爱 在宽阔的空间视野及美感设计铺陈下 完全展现主人家的热情好客 在色领域的居住空间中 设计师又是如何满足其他家人的需求呢 相特的空间 想把它设定成一个类似 比较特殊的一个商务饭店的一种饭店宅的概念 刚好利用它一个很完整的大空间 切割出一个非常完整的衣帽空间 就像我们某某啤酒广告进去打开 看的一个很漂亮的衣柜 衣服一多其实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沉满 会有一些需要透气的问题 特别建议屋主 我们的衣帽柜里面 其实可以局部采用开放式的 局部采用密闭式的 因为女巫族是说 她的习惯是想要靠近 比如说更衣室 靠近我们的浴室 可能用水或换衣服习惯 所以我们化妆台会靠近 我们的更衣室这个地方做设置 那另外一边我们就留一个 非常完整的床头 用一些比较软性的 绷布切割的手法 让床头是比较温润 那也会有一点就是造型的分割的效果 定制的床主 也去考量到他们的使用习惯 让它是宽敞的 是够用的 那整体氛围 我们把它营造成一个 非常有商务休闲的一种 感觉的饭店宅 女生她说她不希望台Lady 或太粉红 或太弄女性化的东西 她希望有一点点小小的个性 她也可以接受我们的建议是说 有些衣服 他们可以摆放得比较自然 甚至比较干净 就不要全部以门片的方式去做呈现 然后也不会让你的 很大面的一个空间感 那因为这些门片显得过于压迫 当然它完整的一个书房的空间 虽然没有办法很大 但是我们可以一个完整的一个书桌的空间 去把它规划出来 恰巧她的床头是有一支没有很大的梁 但是我们希望在风水上或说一些经营上 也是帮她考量到这一点 所以在天花板设定上特别巧妙地把它避开 留了一个灯沟 那刚刚好利用这块大理石美奈板 串联跟延续我们整个大面积 跟我们的设计的主调 就是因为我们延伸客厅的大理石的质感 然后带入到我们的房间 毕竟蓝参其实我又不太想让它有点太油香滑掉 所以我设定了一个算是比较沉稳的蓝色 搭配了我们的一个床头的一个蓝色的布纹壁纸 跟我们的木皮蓝白 那它其实是有点特殊的一个设计的手法在里面 那它也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颜色效果展现 床头上一样会有两个考量 那我们希望是说不要整只把它包出来 所以刚刚好利用一点不对称的设计 我们在那它的床头的部分右侧 设计了一个有点像是线板框的一个木皮的造型 然后去做喷白 那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它白色的漆 但是又可以看到很自然的木纹 预留一个灯钩延伸到我们的书桌上方 贴了一个类似有点像是隔纹的蓝色壁纸 它其实有点英伦风 但是它又没有英伦风那么大的强烈的感觉 那一路延伸到它的开放式衣柜 虽然不是很复杂 但是其实它是舒舒服服的一个居住空间 也蛮符合它的期待的 它很难能可贵在顶楼的部分 多了一个就是可以多功能使用的 不管是健身房 审明厅 甚至说我们现在设定的一个起居室 这个起居室的空间刚好连接了一个大阳台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不管是它的采光 它的通风 甚至它的一个坐向 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棒 然后在使用上来讲机能也都很完整 我们帮它设定了一个很像小小客厅的一个感觉 其实是跟二楼不会互相打扰 但是有一个很独立的一个使用空间 那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操作一些像这种 透天或是别墅的案子 机能性的考量其实是首要的 当我们在设计所谓的透天措 或者说别墅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先从外看到内 去做一个沟通 做一个探讨 然后去融合之后 再切割出应该有的预算 跟应该想要呈现出的一个风景也好 跟业主座沟通 在黄明城设计师的巧手设计下 在有限的预算中 量身打造出屋主一家精品质感的理想家园 宽敞明亮的舒适感受 凝聚出全家人共享欢笑的天地 想看更多黄明城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